欢迎接着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南投水里的车城小镇曾经是木材的聚集地繁荣一时 不过随着林木产业没落 车城的荣景也跟着走入历史 这几年木材厂的第三代返乡发挥创意 把荒废的仓库改装成便当店 还推出了当年工人吃的这一种木桶便当 用香味来吸引外地游客 连带的车城的美景又再度呈现在世人眼前 装进木桶的丰富便当 充满浓浓怀旧的feel 这是南投车城木材工厂的独家特餐 开始从在车城这边要开发的时候 那大家想说那餐点到底要用什么 因为大部分都会用在地的食材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就是来弄这样子的一个木桶 就让人家就可以把那个饭 再带在里面去带回家吃这样子 那主要的话我们的主菜的话 有一个熏鸡腿 那熏鸡腿的话就是用木材去把它熏 熏熏熟了以后再过烤箱这样 我们就想那这样子就可以把木桶 融入到食物里面去 孙嘉禄是木材厂的第三代 他把工厂的废弃停车场 改装成木桶便当店 让更多外地游客 温乡走进车城的秘密花园 这座右近的山中村落 连花池 木栈道 芝起一幅世外桃源的风景图画 孙嘉的木材厂早在民国48年 就落脚在此 当时车城因着木叶风光繁华 从民国48年以后 一直到76年这段期间 公司在车城的发展 几乎可以讲说 一天大概有一千多的员工都在这里 日夜日夜在云作 所以那时候的车城 包括水里方面 有人称呼说水里是小台北 所以我们会感觉到说 当时的一个盛况 让我们到76年以后的没落 我们会很感伤 随着木材产业的没落 车程似乎也走入历史回忆 孙家第二代五个兄弟 齐心团结 努力把父亲建立的荣景找回来 我们几个兄弟 到目前为止有一个合作无间 都在这一家公司服务 那这个木材既然没落了以后 我们也是想把它怎么把车程 再繁荣起来 我们认为车程在行 也是我们的责任 荒废好久的老族餐库 经过重新装修 成为小朋友最喜欢的 DIY体验工厂 等等我们对到这四边的时候 我们先用手 便轻轻拍一下 好 各位有没有认真听 把手借给我 两只手 你这个座好要送谁啊 妈妈吗 是妈妈哦 妈妈 妈妈叫我很好 真好 爸爸很辛苦 第三代也在長輩的 溫情攻勢之下陸續返鄉 會傳統產業注入新活力 核心創意 他畢業的時候 那個時候正好我到美國去 跟他講爸爸很辛苦 很缺人手 很希望有人會來支援 他其他話不說就決定回來幫忙 所以你是用揮情攻勢的 對… 雖然有代溝 但是我們最後還是接受 年輕人的一些建議 我們會以父親的立場 還有就是說我們是業主 業主就是付錢的 老闆的立場跟他們講 我是業主 我是老闆 所以跟他們有一些 看我就不一樣 他跟我提出說他不幹 他不幫忙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了 在美國念音樂碩士的孫家路 就是這樣被老爸叫回來的 拼命三郎個性的他 挺著九個月的大肚子 依舊在工廠各地趴趴走 他說當初接手家族試驗 實在沒什麼概念 其實我也常常需要去到工地 然後去看那些施工 是不是OK這樣子 就會碰到其實有一些師傅 他們就會說 你找到你不知道啊什麼的 這樣子一類的 那他們希望就是說 你都不知道你就不要問這樣子 那我就會有很囉嗦 我說真的喔師父我都不知道 要不然你告訴我應該怎麼樣 憑著一股衝勁和傻勁 加入結合南投的特色手工藝 進駐商店街 又把昔日工廠工人吃的木桶便當 包裝成在地餐點 短短幾年 曾經被外界遺忘的車城小鎮 沉睡二十年之後 沒力蘇醒 五隻猴子看起來像是手牽著小遺疤 其實這個其實就是象徵著我爸爸 他們第二代 因為他們五個兄弟都非常的團結 然後我們把它選擇是用猴子來做 這個吉祥物主要是因為我們姓孫 然後就想說大家會聯想到 孫猴子或孫悟空 孫家人緊緊牽著雙手 守著前人留下的產業 期許那個記憶中 被稱為小台北的車城 再現風華